我们赶快先来教Publisher大海报的一个制作 因为我要最后一天 我是要带到去教你们PPT如何做大海报 让你们去了解这两边是有差别的 首先我们这个Publisher我们就暂时先关掉了 我们先点储存 然后这一个Publisher的档案我就先暂时关掉 我们重新打开Publisher 打开Publisher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启动一个A4纵向的空白的Publisher档案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请问一下我们要做的海报是 多宽多高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也不用 其实只要你要去贴海报 你一定会遵守大会规则 他就会要求说你的宽度 你的海报宽度要多少高度要多少 这都是规定好好的 例如说我现在假设想要做90公分宽 115公分高 这个是生意年会 生意年会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年会 每一年会召开一次 是在国防管理学院反正召开一个我们生意界都要去参与的一个重大的学会 重大的年会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怎么样去设定 第一件事一定是设定那个档案尺寸的大小 所以怎么设定呢 所以第一件事其实是在这边 页面设定 页面设计 大小 大小这里面是不是有A3 A4 A5 反正我们都不是要这些 我们一定是建立新的 新的页面大小 自己去建立 或者是 这是重新建立一个 这个是板面设定 点选板面设定 这边可以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宽度 宽度我要的是90 高度是115 那这边是不是上下左右的辅助线 例如说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是1.27 因为0.5寸 0.5英寸 因为我们这套软体是美国人写的 他们是走那个英寸嘛 对不对 那半英寸 半英寸是不是2.54除以2 那就变成什么1.27了 可以吗 1.27乘以2是不是2.54 就是半英寸 所以看你要不要去设定 要不要去设定 因为我们的宽度其实很宽的 所以其实可以设定到 例如说2公分 在整体看起来都还是距离还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把上下左右 通通改成2公分 就是这个是辅助线 这只是画出来这个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就是当我们在搬移物件的时候 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只是辅助线 那接下来这边有看到目标纸张大小就是 不是这一种了 不是这一种 这应该是就是自定 例如说这边我一页的宽度高度 那我纸张的宽度是不是也要去改 改成什么 例如说90公分宽 然后纸张这边改成什么 那个115公分 好115公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改成115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至于说你的那个边界 因为我们只看这个辅助线 所以这个边界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设 记住我们重点是这个一页 这一页其实你就算每张什么一页 这不重要 重要是这边的页宽度跟高度的设定 好确定 那请问如果你今天 你要这一大张里面再分成好多格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纸张大小是固定的 例如说 名片 名片应该知道嘛 一张A4的纸可以印10张 这个时候 这边就是设定为 例如说纸张是不是用A4 A4你就这边选到A4就好了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页就是指一张名片的大小 一张名片大小你知道多大吗 9公分宽然后5.5公分高 听得懂我现在的一个说明 就是这个页是什么意思 这个指是什么意思 指就是固定那个大小 那页是上面这个物件 你可能叫做10张名片 10张名片 那一张名片的大小你要输入进去 可以了解吗 好 我点选确定 我这样我就设定好了一个 90公分宽 90公分这是0 这边是90 然后高度呢 0公分在这边 然后115公分 大概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115这边 有看到吗 我这边刻意有再动一下 好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115公分 好 没问题哦 那我现在 我现在除了这个大海报的设定 我希望你们懂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去看 那如果名片 我们又应该怎么设定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